现在来学习如何去产生 从民国年改成西元年改成西元的日期 所以在这个地方怎么做 首先呢各位因为他刚好103年之后 所以他前面这个年都放三嘛 然后月都放连嘛 可是他就是110 0127就是这个01 他的1月前面他会多一个0 所以也就是月确定都有两嘛 日也都有两嘛 这件事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把它做分割 怎么分割呢 首先 选到他 选到这一栏 然后 接下来这边常用底下有一个叫分割资料行 然后一字元素 然后麻烦请选 这个最右边一次 最右边 两个字 把它分割掉 然后 确定 他 他就把那个最右边 最右边两个字把它拆分 像刚刚是 1月27嘛 就放在这边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日 接下来 接下来我又要再把这一栏 再进行分割 那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一个去分割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一样是右边取两 两 所以 点他 然后进行 分割资料行 一字元素 然后一样选择 2 然后 最右边一次 确定 所以这边我们是不是切割成 民国年 这就是月 这就是日 那 现在我这个要把这个数字加 1911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年 民国年 加1911 怎么样去 写这个函数 来 请点选 新增资料行的 制定资料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当就是叫做 年就可以了 新资料行的名称 请叫做年 然后接下来这边 这边 你又不要放在制定资料行公式 这个公式 好 我们要选择的是这个 1之1 这个就是年 然后 1911 这个1.2是月 好确定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产生了一个 基源 基源 现在 请把这个 ABC123 我们要修改 所以请把这个 资料类型改成通通都是整数 接下来请把年 直接按住 年对整栏按住 拖曳 拖曳到这边 就是 年 然后这是月 这是日 因为我要把它合并起来了 怎么合并呢 所以就是 选到他 选到这个年 然后 资格的 按住 点到第三个 就是 年 然后月 然后日 他 只能够 先依照相关的顺序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把这 三栏 合并起来 变成 日期的形式 那 月期的形式 他中间就是放一条 斜线 所以怎么合并 所以首先 合并 这个日期 的做法 就是先选到 三栏 然后滑鼠右键 合并 资料行 然后请把这个 合并符号 改成 制定的 实现 这是 年跟月中间那个 合并的符号 然后呢 这个名称能不能就叫做什么 登记日期 好吧 确定 那现在呢 他虽然合并起来了 他会认为中间 有斜线啊 所以他就觉得这整栏都是 文字 所以记得要把他 资料类型改 改成什么 改成 改成这一个 叫做 日期 好 我可能暂时只能介绍完民国日期 因为 接下来 我就要 还要包含讲一点点的 枢纽分析 所以 介绍到 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我大致上已经把 资料做过 类型的清理 还有 民国 改成 西元 的资料清理 所以呢 请点 这个 常用 比较关闭 并耗用 请点赞 订阅 请点赞 订阅 请点赞 订阅